那天我突然悟了这个道理 在亚马逊这个按的订单开始 我就心中非常高兴 我期待着 因为亚马逊隔天拖就来了 我今天我才按了按钮 隔天早上一起床 就兴奋 为什么 期待 有新货到来 实验呢 看这灯泡装上去有多亮 你看我是不是这么无聊 装上去真的这么亮 你是不是高兴 真的高兴 看到就高兴 自己营造一下 亚洲还好 没有那么无聊 我们美国很无聊的 不是到处看看灯泡 搞搞话 真的 我跟你讲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 是啊 你说生活忙吗 忙啊 忙碌啊 在忙中偷闲一下 增加生活乐趣 我把我这点小秘密告诉你 是吧 你家有灯泡 灰暗灰暗的可以换了 四瓦换六十瓦 还不赶快换 赶快换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人生啊 人生你要如何面对 要如何对待 看自己吧 可以有处处的惊喜 无限的期待 期待中见真章的喜悦 但一切都是要自己的 使秀使恋 真干 后面才有你的预期 就这样 所以这又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一扑二扑的例子 对不对 你不去买灯泡 哪来亮度 对不对 你不换 你怎么知道 那个 随着岁月的累积 原来你看还可以顺眼灯泡 这会儿已经有点 爱亮不亮的样子 虽然还是这样子 是吧 所以人就是一直要 不断的求新求变 但是我也没有叫你说 今天换完 明天要去换个灯泡 不是这样子 对吧 中庸之道 任何事情 所以呢 在现在的环境 现在的社会中 因果循环 因果报应 因果 点点 点点点 丝毫不说 随时都见真正 所以你要去品味着 这因果这两个字 那既然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那跟导致讲的 因不奥不 不是一样的意思 因不是因 奥不是果 那我在每一步 要因不下去的时候 我还可以乱来吗 不可以了 那不可以乱来 那生活谨慎了 谨慎的话 错误就小了 错误小了 你就不必那么多悲哀 那么多的 以 遗憾埋怨 那不是增加生活品质 这不就是好事一件吗 是不是 那我已经用这么粗浅的道理 把我换灯袍的秘密都告诉你了 你还不赶快地调整自己的生活 那怎么办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